好,同学们好 我们继续学习关于暴力犯罪 犯罪动机的各种因素 我们讲到凶杀犯罪动机 它有生物性因素的影响 但是在大多数案件当中 包括那些极端的消极生物因素 并不是凶杀犯罪产生的决定因素 那么影响更为明确的是犯罪人的认知因素 我们介绍到比如说错误的认知归因方式 犯罪合理化 以及特定情况下 一些余知心态相符合的一些线索的触发作用 那么这种触发受应 是和犯罪人的情绪因素 又会结合在一起 那么主要表现为极端的挫折感和愤怒感 就是一个个体 它为什么会去冒这么大风险 实施凶杀等暴力贤金呢 那么它的内心是存在着一阵极大的压抑 受挫感 那么受挫感会不会一定就引发被暴力行为了 研究发现并不是 挫折事件只是一个开端 那么要引发凶杀等暴力事件之前 必定是行为的内心 集聚了大量的愤怒感 它就感到很愤怒 不能去宣泄掉 那么就找到一个出口 找到一个目标 那么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了 是这种受挫感之后引发的愤怒之间的联系 就有的人遭受挫折之后 并不一定会产生很强烈的愤怒感 比如说我自己遇到了困难 我觉得自己是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比如说我不能完成任务 我去很好的发展自己 但是自己能力守现 那么这种挫折感 并不会迁入于他人或者于外界 它更多的是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认命了 我自己没有这个本事 或者我自己还要努力去改善发展自己 那么这就不会迁入于他人 那么其中有一些 它更多的在认知因素里面 把自己的挫折归因于外部世界 归因于他人 尤其是认为别人有意去为难他的时候 设置障碍的时候 这种愤怒感会大大的升级 就成整的来说 他要达到发生极端的暴力事件 他的内心的愤怒感是非常强烈的 就是他自己无法去调解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要特别注证 愤怒感的产生 它实际上是受挫事件之后 自己的认识归因的一个结果 所以在后面我们 是接到如何来化解 这种由受挫事件引发的暴力事件的时候 就要特别强调这种对行为人 认知策略的调解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挫折感 愤怒感的产生 并不一定是来源于真实的事件 也可能是来源于他主观的一种构思 一种想象 就是愤怒感 它是来源于一种自己主观 认知加工的结果 也可能外部没有产生 他自己认为的那种门大的失败 受挫 但他自己认为 这种目标对他非常有意义 那他是一个小的失败 他认为可以把它归因为巨大的失败 或者说这种愤怒感 他不能承受 这是第二个方面 也就是说这种失败的事件 有的是真实的 有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想象 第三点要特别注意的 就愤怒感的出现之后 它有两个方向 就是有受挫感 才引发了愤怒 也未必一定会产生暴力 其中和人的 过去成长的经历相关 遇到挫折愤怒之后 有的是转向自我惩罚的 那么这种结果 当然也不好 更多是表现为是自我伤害 极端的持续的接累 表现为叫做心理疾病 另外一部分是对外的 就是愤怒向外宣泄的 这才有可能表达为暴力行为 凶杀行为 大多数我们认为 他这种愤怒感非常强烈的情况下 对他的心理健康 或者对外部都是一种很潜在的威胁 那么这种潜在的威胁 也可能和别的因素是相联系的 比如说情境因素 就他具有这么一种心理状态之后 比如说受受感很强 愤怒感很强烈了 当他所处的一个特定的失坑条件下 有很大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这里强调的 和被害人之间的互动 这种互动 也就是说有的会起一种遏制作用 有的会起一种助长的作用 比如说强调的 比如说在这个情境当中 有没有某些危险的东西存在 比如说武器 凶器的存在 那么这种凶器 往往是作为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 在很多案例当中 它会大大 起到了一种大大激发的作用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大概有三亿人 但是有2.5亿支枪支 那么这种枪支最初是认为是为了保护自我 保护家人的这么一个武器 但实际上 在美国发生的家庭的凶案当中 有三分之一是因为武器的存在 最初是为了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实际上最后这个枪支成为了伤害自己 伤害家人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在美国的大多数的谋杀案当中 都使用枪支 它所占的比率77% 其实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美国的枪支太多了 泛滥了 很多情境下都能看到枪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在抢劫案件当中 在截死案件当中 那么这个枪支是很危险的 它不像直接的其他的肢体的伤害 因为它是致命的 那么枪支一旦使用的话 往往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也包括一些 比如在家庭矛盾纠纷当中 出于一时的这个激愤 有的并不是比如说要伤害对方 但是因为这个枪支的出现 也可能一下在很短的时间内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个后果 那么这里说到的与被害人之间的互动 那么还有个原因就是在 比如说遇到一个暴力事件当中 与被害人之间的这个激励互动 它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呢 比如说在我们在反抗这个暴力侵害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种它的呈现实的结果来说 我们不能一概论 就有的这种反抗 它会起到一种遏制 这种暴力犯罪的这个效果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助长使这种暴力升级 比如说在一个抢劫案件当中 被害人做出激烈的反抗 比如说试图去夺下这个凶手的凶器 包括枪支 那么这个时候 刑凶者他就会是这个 一下子这个暴力升级 他会感觉很危险 那么有可能啊 最初他只是想抢劫财物 最后可能引发为对身体的直接的伤害 那么也包括比如说在强奸案件当中 那么被害人他进行极烈的反抗 甚至是这种呼叫 或者是身体上的反抗 或者说言语上的厕制 那么有可能会激怒这个行凶者 使他引发为进一步升级的暴力的刑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讲的是这种啊 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条件下 行凶者和被害者之间的一个互动 情境性的互动 那么他的这是一个特定的时间条件下 那么他这种背景是如何产生的呢 往往是和这个人 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相关联的 就是他为什么会把一个失败的事件 看成是非常巨大的失败 为什么会把一个失败的事件 引发为一种内心的愤怒 不可遏制的一种愤怒感 往往是和他的成长背景相关联的 也说他的成长里面 往往都持续存在着一种剥夺 挫制失败 甚至在有些人内心已经留下创伤 他就认为啊 好像是一个心灵的疤痕样 虽然这个事件过去了 但是这个伤疤没有愈合 没有好 那么在一个特定的事件的出发下 就会使这个伤疤诚心被揭开 那么这个也就是会大大增强 他的失败感的体验 大大引发他的一种愤怒感 就揭压到一定程度 他就会想啊 不由自主的想去释放 去恢复他 那么这个这种成长背景 尤其是心灵创伤的这种成长背景 在一些持续性的暴力 犯罪者身上 这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他的成长 是伴随着一系列的愤怒 也说这些人啊 最正引发为极端的暴力凶杀的事件 在他的成长背景当中 往往是有一连串的愤怒的事件 就对这个犯罪者来说 有可能生活对他的感觉 就是一连串的愤怒 那么最后 这是把这个愤怒 接压到一定时候 在某一个特定事件的引发下 爆发了 这里也可以看出 这种爆发有的时候 有特定的目标 比如说他认为来自某方面的伤害 直接去加害暴富的 还有是一种广泛性的暴富 我们就要找替罪羊 一说他暴富暴力的对象 并不是直接导致他受错愤怒感的对象 但他由于积压的愤怒感过于强大 所以当他爆发的时候 所以当他爆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广泛性的这个效果 就不一定要找到某一个死害的 也可能把它类似的特征的这种社会人群 甚至是漫无目的的这个目标 作为他报复的对象 这就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 往往是揭示出这个被害人 他成长的背景是很阴暗的 也说他揭压下来的这种愤怒感是非常强烈 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从犯罪者的角度来看 他为什么会去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去实施暴力或者凶杀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所有正常心态的人都知道 比如说实施暴力凶杀的话 后果非常严重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从他的角度来考虑 正是因为他羁压的愤怒感过于强大 他不能去调控了 没有有效的途径去疏减他 这一种自然的后果 他会冒着自己生命失去的危险 去加害另外一个人 要到什么程度 这个愤怒感要多到多大程度才能引发了 这是我们可以引用佛罗伊德的一个理论 叫液压理论 就打个比方说就好像是一个烧水的炉子 里面烧着水就好象征于人心里的能量 下面烧着水 比如说他遇到了很多不停的挫折的事件 不停的使他心里上越来越难够 那么这个壶子里烧的水越来越沸腾了 如果这个烧水的炉子里面没有一个掐蛋的疏解的地方 比如说没有一个出口 是一个封闭的烧水的炉子的话 那么最终是什么结果 它里面的压力越来越大 到了一定他不能承受的时候 这个容器就会爆炸的 那么在犯罪现象上就体现为一种极端疯狂的行为 就我们说心理上的压力 它会不断的持续的积累 如果没有掐蛋的疏解的方法的话 这里也提示 对于普通人也好 对于那些极端的暴力凶杀犯罪人也好 它的实际上这种失败感 愤怒感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积累起来 它对人心理的危害性是很大的 要么是导致心理上的创伤 心理疾病的发生 或者是直接伤害他人危害社会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慢慢积累的过程 从事件来看好像是突然爆发的 但是这个爆发事件的背后 往往有这个行为人 它的一个创伤性的历史 它的认知方式上的偏差导致的 那么下面我们还列举到一些 除了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之外 比如说它的暴力的经验啦 它的文化的助长啦 还有一些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一些 非关键性的因素 比如说它守处的这个环境 是不是其他自然环境不太好 比如说是不是很拥挤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化过程当中 很拥挤会导致人的暴力的增加吗 在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在一个小岛上做过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是以动物为对象的 就在里面泛养了很多这种自然生长的迷路 那么按照生物动物学的考虑 它这个不太大的这个小岛上 是可以容纳100只左右的迷路生长 它的环境就很宽松了 但是里面的自然条件都很好 比如说它的这个食物啊 水源啊 温度啊 都很好 但是发现这种过好的自然资源 使它这个迷路不停的这个繁殖越来越多 当发现到250只左右的时候 这里面的迷路啊 就自然的死亡了 后来发现里面的这个资源很丰富啊 为什么这个迷路会死亡呢 发现他们这些迷路并不是死于疾病 而是死于相互的争斗 就是自然资源实际上都能满足它 但是为什么它们会产生争斗呢 因为太拥挤了 他们自自我感觉到这个拥挤不适合它的 好像它的领地被别的这个对象占有了 比如说不同的群体 这个整群 实际上自然资源是可以满足他们生成的 但是他们这种迷路 他自己感觉到有压力 所以他要和别的这个整群之间发生争斗去 占领领地呀 甚至是交配权了 后来就导生了乡部的厮杀 所以使这个迷路的这个数量大大降低 后来也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做个类似的实验 刚才那个叫自然环境下的发现了一种现象 后来就模拟了一个老鼠 在一个小的密闭空间里去做一个实验 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当超过一定的密度的时候 这个老鼠之间会产生很多的变态行为和攻击行为 甚至发现了老鼠身上也会出现同性恋的倾向 也会出现相互的攻击 也包括自伤的行为 比如说自己咬自己 这就给人一个提示 就是当处在一个非常拥挤的环境的时候 会大大增加这种相互冲突 甚至是暴力的这种倾向 在人身上没有做过控制的实验 但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在美国监狱 在早期的时候非常拥挤 在非常拥挤的监狱里面 发现了很多的暴力冲突 当然这个人群很特殊 他们本身就是具有很多恶性的 但是在拥挤的环境当中 暴力冲突非常多 后来就说做一些调节 把他们疏散到不同的 比较宽松的这个坚舍当中 发现这个暴力倾向就大大下降了 当然我们是从现象来看 发现了这个拥挤 对人的暴力冲突的一个影响 我们通俗的理解 就越拥挤的话 实际上感到心神不定 那么如果有一个不好的事件发生的话 就会大大增加相互冲突的概率 就我们这里还是讲到 就外边这些因素 最终要通过它行为人自身来发挥作用 但它是一个触发的因素 再比如类似的温度 一般人认为 什么时候 一年世纪当中 什么时候暴力冲突比较多了 在案件发生的概率分布上 发现既不是最寒冷的时候 也不是最高温的时候 而是在两者之间 怎么个解释呢 就是当很寒冷或者很热的时候 烦躁不安的时候 往往使人会想 自然想到一种方法去调解 当然冷它是整收敛的性质 它自然心情就不太烦躁 但是很热的情况下 有人说它会很烦躁不安 很烦躁不安 它会降低人际互动的机会 就很热的情况下 很烦躁的时候 会使人自然会想到一种方法去调解 就人身上这种特点 会发挥这种调解的机制 类似这样的 但是在极端事件的引发下 比如说有一个很不安的事件 往往很灶热的情况下 会大大助长 就在普通情况下 它不是一种触发因素 但是如果比如说遇到一个 令人大家都很不安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那么极度的高温 它是一个触发事件 触发的因素 比如说在美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整周烧乱过程当中 往往在很躁动的夏天 那么它的这个事件的暴力程度 要比其他事件更多 尤其是伴随着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 就这种事件当中的暴力程度 是会大大升级的 当然我们所在整在互动过程当中 这些都不是决定因素 但是它有可能是潜在的影响人 产生暴力 或者极端心态的一个影响因素 那么我们再 是